嗨 我是Leslie 六月天 你是怎樣去度過 作為Beyond 樂迷的我 很多時候都是躲在家裡 去聽Beyond 的音樂 種種的往事 回憶都收回出來 作為小小的Beyond 樂迷的我 在我身邊也邀請了一位 晚男很有型的男士 當年他在1990年的時候 也跟Beyond 四子合作過 合作過不止 也有一首從未曝光過的作品 是Beyond 的作品 也帶上Soul Radio 和大家分享 大家好 我是劉祖宜 很幸運能夠再跟大家見面 你從哪裏爆出來的 為何會跟Beyond 樂隊 甚至乎是太極樂隊 林夕 當年有機會一起合作 不是合作 是當時他們背負你 為何會有這個情緒出現 當年我讀完書之後 我去了一間漫畫社 做漫畫的 有一天 其實我很喜歡跳舞 通常星期六會去 Po Disco Canton 那時去河東 Hollywood East 在尖東富豪酒店 玩完之後 我留下回公司睡覺 因為公司靜 免得吵到家人 三個半夜 第二天睡醒之後 剛剛睡醒那一刻 看到老闆和同事回來 他進了房間 我就起床 突然間同事出來叫我 喂 你又進來 我以為發生什麼事 我以為他不喜歡我睡 也不喜歡之類 第一句就是 你有沒有興趣唱歌 我不懂唱歌 因為其實我說話都很平鋪直障 我沒有尾音 其實我說話都是 我不懂唱歌 我同事就說 你不懂 我可以找人教你 你有沒有興趣唱片 我說 我們響了幾句之後 其實我都是沒有那個信心 剛剛睡醒 可能還未清醒 沒睡醒 原來是一個這麼大的機會 在面前自己沒有醒覺 但無論如何 聊了幾句之後 我都是沒有興趣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出唱片 或者是做一個歌手 諸如此類 然後就出了房間 大概幾個月之後 我就離開了這間公司 我轉頭去另一間公司做 大概一段時間之後 大概我想應該是八年左右 突然間下午 那個call機響 以前聽call機 鼻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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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 當時就問我 老闆還有很有興趣 過了一年後 還有很有興趣 想找你出唱片 我說好 那我考慮一下 暫時答應了 約時間錄音 即是試音 當日 第二天 我就跟太太去銅鑼灣 開車經過東朗 上銅鑼灣的時間 我講起這件事 我太太當時一聽完之後 很激動 她說你去吧 一定要去 我就把握了這個時間 把握了這個機會 真真正正去面對這件事 那就是 無遙望見了猶疑 達到理想不太易 即使有信心 都自卻益智 因為公司其實關顧我 和老闆可能對我 對我的外形上 甚至乎我覺得 潛質上 可能有些 看到一些東西 Anyway 一直都很想去 培育我做一個新人 找了很多的著名 現在看回 是 當然是新宅 但現在是著名 其實那時候他們都top 他們都top 都top 林直老師 小美老師 陳少奇老師 還有Beyond 達明 佛西繪 草猛 還有欣葵 全部都是現在很top的 那時候已經是 某程度上的位置 在上面 我覺得 作為一個新人 其實你想想 你真是幸運到不得了 所以那時候又恨共識 這次我單刀直入 因為你和家居共識過 我真的沒有試過 現在用一個樂迷也好 或者你用一個音樂人身份也好 家居在你眼中 是一個怎樣的音樂人 我覺得他很勇敢 做人方面勇敢 我們經歷了這麼多世代 這麼多年代的事情 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 能夠勇於表達自己 甚至能夠將自己的生活 好好地去面對 和當我們面對困難的時間 能夠衝破的話 不多不少 你會在家居的一些舊作品 看到這些歌詞 看到這些字眼 那份衝勁 那份勇氣 那份勇氣 我就看到這些 很容易得罪人 感言這兩個字 當然 我們感言的時候 可能有些人覺得 我們會得失他 但是感言就是感言 會不會影響到你在音樂上 或者你的人生 生活上的態度 有否影響到你 如果說感言的話 我反而沒有家居這麼感言 你也很感言 味道 味道 因為玩搖滾的人 一定比裡面更加更加 那團火更加厲害 我不是玩搖滾的人 玩搖滾的人 通常敢演 這個是我主觀的角度 因為你玩搖滾的人 一定是很好看時事 好看社會 要站得很前 對 生活變化 他們會出來說 他們在作品裏面表達他們的感受 所以玩搖滾的人 其實是走得很前 他們是把自己的心態 把自己的感受 是完全表達起 當然 會有些滯爪去到 所以能夠感言的人 在這個世界裡面 其實不簡單 家區作為一個統帥 去平衡商業 和自己的自我 都出過不少力 甚至乎拍檔拍檔 跟唱片公司拍檔拍檔都不足為奇 那些事情要爭取回來 其實這樣說 因為當你面對整個群組 即是他對樂隊的時間 他就要兼顧一些事情 他又不可以太過 他要適當地去協調 有點取捨 因為你還要照顧其他三個 包括加強 Paul 和世榮 那你不可以 亦都不可以去到這麼盡 可能你看到 他所有的作品上 有些少少不同的變化 開始我們說 有些少少商業味道 甚至乎我們說大陸 這個是一個明顯 有少少的拖耳 那你作為一個大哥哥 我沒有理由 要將我自己的裏面 裏面那份狂 裏面那份火 令到其他隊員 Partner 是有個冒險性 所以反而 你看到他適當地協調了 還有我覺得 當你去到某個位的時間 因為我覺得人生裏面 其實你有不同的階段 你不同的階段裏面 有很多分叉口 很多不同的路要走的 你怎樣走 究竟對還是不對 錯與對 沒有錯與對 這個世界 看回頭 他經歷過那段時間 他只不過用他當時那一刻 認為想做的事 甚至應該做的事 他暫時先做的 你看回頭 他去到最後 都是做回自己 都是做回自己 他裏面那個 他基本上沒有改變過 只不過因為生活上一些 甚至與公司上的合作 甚至乎我們要避忌少少少 甚至要讓路少少少 甚至乎我們要降低自己的 那個執念 這個是人生的經歷 繼續回到我們那個 topic 回來先 從未曝光的作品 為何會有這個計劃 會出回來的這首歌 這個其實是一個 是我的心願 幾十年了 幾十年了 因為我覺得人生去到某個階段 你會突然間 會回想起一些 一些未完成過的東西 這一個是其中我一個 我覺得還有一個 是 我一直擺在心裏面很久 因為 直至前幾年 我因為參與了一個電視台的節目 我才發掘真真正的想做的 那個慾望出來 那我就 在當日那一刻 就說了這首歌 我要做了它 那我既然答應了自己 那我一定要做好它 還有我對家區有一個交代 因為擺下了有三十幾年 你不完成它 你再沒有什麼機會 你的火都不知道去了哪裏 你不會再碰它 既然那一刻有人撻著火頭 就做了它 看著它 煙燒雲散 變成了 最慘的就是 當下那一刻 你放下了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重拾那種動力 因為你可能會經歷過身邊 甚至乎身邊很多不同的事的改變 令到你的想法 甚至乎它 將你的能量分散了 你做不到 你沒有辦法再凝聚那份能量出來 所以當下那一刻 雖然我上去電視台 訪問表演唱一首歌 但是那一刻就是凝聚了 和凝聚了我當年 應該要有那份力量 凝聚出來 因為我一說了 我一定要做好它 這刻是很驚訝的 因為我一直都沒有動力去做這件事 但是當下那一刻 就凝聚了這個力量 做這件事 歌名呢 歌名已經有了 以前的歌名不是這個 如果我略略提一提的話 以前的歌名 因為我之前提過 其實它本身是一首情歌 但是我覺得 我不想再用一個情歌 尤其是當我們這幾年 世界上發生了很多不同的事 甚至乎很多的疫情 甚至乎很多的戰爭 我反而覺得 一件事就是 我不想再用情歌去表達這件事 我反而希望 其實都是一個 對我自己來說是一個鼓勵 所以我就把它變成一首比較輕快的歌 將它裏面的歌詞的意思 由情歌變成一種動力 就是希望大家重新找回自己 心裏面所渴望想做的事 好好的把握時間 無論我們多年輕也好 甚至乎我們幾大年紀也好 我們裏面還有些事 甚至是未完成得到 未圓滿得到 趁這一刻 好好去醒覺 好好去找回自己 真正正正自己想做的事 不要再搓佗歲月 因為搓佗的話 你可以搓多久 歌名叫什麼 重覓 重覓 重新沉覓我們的道路 重覓 大家真的要密切留意 到最後 Joey兄也想送一首Beyond的作品給大家 今集你會想送哪一首 我們很多人喜歡的一首歌 《海闊天空》 為什麼 我很想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們的夢想和家驅 當時他離鄉別井 可能做著一些 不是他心目中想做的事的時間 他對自己感情上的宣洩 一個書法 去做這個作品 所以我也想藉著這首歌 希望大家提醒大家 好好的把握我們的時間 不要浪費 做好自己生活上每一部份的事 甚至可以簡單地說 他四個字就是 我在當下 把這首歌送給大家 送給Joey兄 送給我自己 《海闊天空》 是一首很特別的作品 已經超過一億點擊率在YouTube上 代表了大家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很覺得這首歌是唱到大家的心聲 《海闊天空》 未來的 enferme 《海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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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会变 多少次 迎着冷眼与嘲笑 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一杀那方法 若有所杀的感觉 不知不觉 以便贪心里爱 谁明白我 原谅我这一生不计放重爱自由 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 会意料理想 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天牵你共我 那会怕有一天牵你共我